每天早上,大官舅顺着气流盘旋而上 透过他的视野,可以清楚看见台湾的第一座国家自然公园 四座山林坐落在海边的繁华人间 仿佛是自然生态的诺雅方舟 从南到北依序是齐后山、寿山、龟山、半平山 现在,他们有了共同的名字 就是寿山国家自然公园 熬过了冬天,许多蝸牛成群结队的出现 它们是寿山常见的台湾囚蝸牛 这种蝸牛好像背着一座小绿山 它们的大名就叫青山蝸牛 这些细长像烧酒螺的蝸牛 有个特别的名字叫烟管蝸牛 这里哪里都有蝸牛 如此受到蝸牛们的青睐 现在,答案藏在地质地形中 盐块里的贝类化石 壮观的石灰盐洞 奇特的石笋中乳石 全都在传递一个讯息 这里曾经属于海洋 曾经是珊瑚生长的海床 大约八十万年前到十万年前 因为构造运动才被拱出水面 经过长期的风化、侵蚀和崩落等作用 最后形成了高位珊瑚礁石灰盐的样貌 这片充满孔洞的天地 不止适合蝸牛藏身 还提供丰富的钙质 让它们的外壳顺利形成 但是,在寿山东边山腰的贝壳 连结的并非地质历史 推算一千八百年前到四百五十年前 马卡道族人可能曾经在这里活动 这些贝壳、桃片 就是它们生活的痕迹 园区里的珊瑚礁石灰盐 过去曾经被仙民开凿利用 企图打造坚固的屏障 凤山县旧城 在地人俗称左营旧城 在1826年修建完成 是台湾史上第一座由石块打造的县城 当时为了避免敌人登高瞭望 前所未有的把整座龟山 包含在旧城里头 虽然古籍风貌维护不易 但是城墙下半部的珊瑚礁石灰盐 依旧是将近两百年前开采的 当时大都是利用打狗山 也就是寿山的珊瑚礁石灰盐 堆砌出约三公尺宽的城墙 东门和北门都属于园区范围 北门两侧装饰着泥塑浮雕的门绳 独一无二的形式流传着必煞的推论 历史的足迹不仅在眼前绵延开展 看不见的地底下 埋藏着好几个史前人类活动的痕迹 最早可追溯到五千年前 随着时间进展 先民对珊瑚礁石灰盐的利用越来越多样 二十世纪初 光是寿山就有二三十座石灰窑 兴盛的规模在一九一七年画下历史记号 台湾第一座水泥厂 在寿山中部轰轰隆隆地开张运转 后来半平山也步入后尘 代价是山头矮了五十多公尺 东半部被削掉了一大块 其实在珊瑚礁石灰盐大肆开采之前 寿山就已经是光秃秃的模样 早年生活仰赖自然资源 以当时的眼光这里意味着丰富的柴心 日治时期设立为保安林之后 树木才又开始茂密生长 紧接着中日开战 四座山都被列为军事要塞 战后政府继续管制 无意间保护了自然生机 如今种种历史都藏在绿色森林里 人造林的绿 果树的绿 次生林的绿 掩盖碉堡的绿 每一种绿色记录着人类如何看待自然环境 从1990年代开始 高雄在地社团及保育人士 发起一连串的保育行动 以由下而上的方式 催生了寿山国家自然公园 现在这里是人们悠游和爱护的自然山林 透过各种植物的出现 咬人狗 活桶树 横春后壳树 台湾海藻 树说着这是一个充满热带风情的地方 九百多种植物在耀眼的阳光下 欣欣向荣地生长 融树植物的根系在珊瑚礁石灰岩上大显神通 放眼望去仿佛有许多分身 这一片绿海是招牌 全台湾面积最大的山珠家群落 就在寿山的西海岸 发达的根系像一张网子 抓住不稳定的石块 减少了崩塌的发生 这么茂密 如果有动物走进去 恐怕会卡住很难脱身 茂密的植被是四百多种野生生物的家 蝴蝶蝶鸟叫 当你徜徉步道上就能和它们相遇 蝴蝶好像带路的仙子 轻快地导览这里的花花草草 它们吸食花蜜的时候 也顺便提供非常实在的服务 帮忙各种开花植物兽粉 五月到九月 是兽山的植物生长最茂盛的时候 也是各种节肢动物最活跃的季节 它们的生命短暂 必须快快进行人生大事 小小的身体藏着生物演化的奥妙 每一种外形代表一种生存的方式 翠翠鳩在找东西吃 斑纹鸟倒挂草上 小琢木在挖洞 出现在寿山的鸟类总共有一百多种 雀蓉的每条枝干上都节食累累 这场大自然的流水席 树雀白头翁都没有缺席 赤腹松鼠也来大块朵鱼 这只螳螂正要捕捉猎物 另外一只努力不变成五色鸟的猎物 在自然生态里 吃或者被吃都是生存竞争的大事 各种不同的食物链形成一张复杂的网络 彼此之间缓缓相扣 在这片森林里巧妙地循环运作 它是声音的主人 在这么接近城市的地方遇见山枪 简直太梦幻了 长期的干旱之后 大大小小的生物都迫切需要春雨的滋润 马卡道泽蟹在潮湿的地面上横走 它常常躲在落叶堆或是边坡的土洞里 它在2009年才被判定为新种 只有寿山见得到踪影 这种陆风形的淡水蟹 长期生活在独立的范围内 很少与其他族群交流 渐渐演化成新的物种 春雨唤醒了最特别的植物 藏在地底下的两种魔芋开始冒出花絮 蜜毛魔芋的个头比人还高 台湾魔芋开花时散发一股特殊气味 类似鱼芯腐烂的味道 吸引昆虫来帮它授粉 在干湿季分明的热带森林 魔芋摸索出自己的生存方式 丰富了这里的生物多样性 园区里最让人有感的生物 莫过于台湾猕猴了 从17世纪开始 猕猴就是寿山醒目的生物 目睹它们的荷兰人 在航海图上写下猴山的标记 最早正式记载台湾猕猴的文献 写的正是寿山的台湾猕猴族群 台湾猕猴的故事从寿山开始 也在寿山变得复杂 因为接受人类不当的喂食 大多数对人类没有戒心 和动物共处是美好的 但是当猕猴过度依赖人类的食物 改变了自然行为 不只容易和人类产生冲突 猕猴本身也面临营养失衡的问题 和猕猴保持适当的距离 重建和谐的关系 是来到这里的游客 都必须学习的课题 从旗后灯塔跳往对面的寿山 1871年春天 摄影家约翰·唐姆生 就在这个位置按下了经典的快门 这是寿山国家自然公园 充满历史意义的角度 从16世纪中叶以后 这里便是南台湾的主要门户 1863年正式开港以后 交通枢纽的角色更为确立 如果波动时光机回转 每一个时期都不乏人来去的身影 人左右了这片山林的风貌 从光秃秃的山到绿意盎然 从军事管制区到国家自然公园 这里连接着高雄的近代发展史 连接着人对自然生态的利用和转变 在第一座由民间催生的国家自然公园 人给了自然更大的拥抱和承诺 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 也将被更细腻地摸索和实践 1 3 2 解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